大家好,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内容 今天我们来说一个新的开源项目 这个开源项目的名字呢 就叫VD2TOK 那么这个工具呢 也是之前评论区有人想要 我看了一下效果还有点意思 确实效果还不错 所以给大家推荐一下 那么这个工具可以实现什么样的效果呢 它这边是有一个说明 它的功能就是 它可以给一段这种视频 然后去搭配一段新的音频 这个音频呢你可以随意找 那么它会自动根据你的音频的 对这个嘴部的动作 去进行一个变化 然后这个嘴部的动作呢 去搭配你这个新的音频 其实这种功能呢 有点类似于数字人说话 但是它比那个数字人说话 那种效果呢要好得多 因为我们数字人说话呢 它是一张图片 然后让它动起来 其实这个本身就比较困难 它这边呢是一个视频 它本身就是一个会动的视频 那么效果呢 确实要比那个单纯的 数字人说话要好一些 其实这个工具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的话 它更适合做这种无人直播间 大家自己录一段视频 然后呢你再找一段音频 不需要你去自己去录这个音频啊 你去别的直播间 找一段 看谁说话说的好 说话说的溜 那么你把它的音频 把它弄下来 那你拿了一个 其他的工具 把音频改一下发音 然后你就可以 把它合到你自己的 这个视频里面去 因为它这个视频的嘴部呢 会自动发生改变 去配合那道音频 我们这个来看一下 它实际的效果 这边是它给的一个例子 这个我们刚才看到了 它这个一个是视频输入 一个是视频输出 那么就是这是它的原视频 然后到了这儿呢 它就把声音改掉了 大家注意看这个嘴部的这个动作 大家这个效果看到了 它这个整体的变化之后的效果 其实还不错 因为这个嘴部呢 看起来并没有什么 太大的违合感 总体来说还行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整体的使用 那么它这个安装方法呢 比较容易 方法确实比较少 但是这个项目 本身有一些问题 它这 你抓完之后呢 它会报错 报很多的错 然后我这边还对 修改了一部分代码 所以这个 今天这个项目呢 就不给大家讲 怎么样自己就安装了 因为这个你抓完之后不能用 还得进行调整 这个有点太复杂了 所以我们今天呢 就只说整合包 这个整合包在这儿 我们还是老规矩 大家自己下载整合包 下载下来之后呢 把它解压就可以了 那么这边呢 有一个启动UI 这边还有一个启动命令行 今天呢 给大家准备了两个工具 那么我们先看这个启动UI 双击 然后这个稍等一下就行了 这边呢 会给一个地址 然后我们打开 这个是这个工具的一个使用界面 那么我们先用他本身的这个视频 素材 我们来做一个演示 我们就这个女的 这道音频呢 下面他提供了两个音频 我们随便点一个 这个来看一下 这个是他本身的音频 这个是另一道音频 我们拿这两个来合成一下 然后看一下效果 这个呢是分割 这个我们待会再说 直接点这个合成就可以了 这边需要稍等一下 这个我们可以看到已经做完了 这个上面呢 大家看这边 我们第一次打开的时候 它是需要下载一些必要的文件 这个文件并不大 非常的小 很快就下完了 然后总共走了六步 然后我得到了一个最终的结果 我们直接看目录吧 这个目录在这个 这个里面 看一下这个 这边有个结果 在这 这个是他给我们输出的结果 看一下 大家看这个嘴部的动作 跟这个语音还是比较匹配的 没有什么太大问题的 这是这个视频 然后这边我们看一下啊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用自己的视频 然后怎么去做 那么这边我们把这个视频换一下 换一个换一段自己的视频 我们用这段视频 唱歌的视频 然后呢我们声音 声音我们 声音就还是用这个吧 声音就不变了 那么这样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视频呢 总共是24秒 这个声音呢 是5秒 那么一个长 一个短 那么这种情况下 最终出现会是 什么样的东西呢 我们待会儿看一下 结果就知道了 这边呢 这边有个分割 我们这边加一个数字啊 2 这样把视频分割一下 我们看一下结果 这边报错了 报错没关系啊 这个我们重新开一下就行了 把它关掉 重新开启一下 好 我们来选一下视频 这边还是稍等 现在这边做完了 看下效果 大家看这个嘴部动作了没有 我们再看一遍 它这个嘴部的动作呢 确实是跟着我们声音的这个来的 这个配合的还是不错 基本上你不仔细看的话 也看不出来有太大的问题 所以这个工具的效果还是可以的 那么这个视频的长度 大家注意一下 只有5秒钟 为什么呢 是根据声音的长度来的啊 那么这个工具的这个规则就是这样 就是如果说你这个声音比较短 视频比较长 那么它最终出来的视频呢 会根据你一个声音的长度来决定 这就是5秒钟 那么我们假如说反过来呢 24秒是声音啊 声音24秒 视频只有5秒 会发生什么情况呢 就是最终出来的视频 长度呢 也是这个24秒 它永远都是根据声音的长度来决定的 那么如果说视频比较短的情况下呢 它会从头开始播放视频 会循环播放 这也是为什么 我说可以做无人直播间的原因 你可以录一段很短的视频 比如说录个10秒钟的一个视频 然后呢 你去找一段声音啊 比如说10分钟 甚至半个小时都可以 那么它会在播放声音的同时呢 会去重复的去播放你这个视频 从头开始播放 放完一遍再放一遍 这样就可以实现一个 循环播放的一个效果 所以这是它的一个用处 这个大家有兴趣的话 可以自己尝试一下 这是我们这个UI的这个用法 我们这还有一个往说了啊 就是这个分段 分成两段 大家有没有注意 刚才这个视频中间的画面 它插入了一段 画面过渡的那个效果 我再来看一遍啊 好 就这个地方 大家看见了吧 它这个分段的意思呢 就是会把视频分成两段 然后呢 这个中间这一段呢 它会用场景过渡的一个效果 把这个两段视频连接到一起 这个就是这个分段的一个用处 这就是这个工具 这个UI的一个使用 那么它这个工具的功能呢 它不仅仅只是UI上面 这个UI上的功能呢 其实是不是它全部的功能 我们看一下别的功能 把它关掉 大家看这边 它这边呢 有一个命令 通过命令行工具来实现 下面有三个参数 分别传入这个Face 就是我们这个视频 输入视频 那么输入声音 最终你输出到什么地方 通过这三个参数呢 也同样可以生成我们刚才的一个效果 然后这个下面呢 还有另外两个参数 大家看 这边可以去改变你这个脸部的一个表情 我们现在末日是中性嘛 就是不会改变这个脸部的这个表情 那么你可以选择微笑 或者是给它输入一个新的图像路径 然后来让它生成一个其他的表情 还有这个下面这个参数呢 同样可以选择惊讶或者愤怒 我用了更改这个脸部表情 这个我们来给大家做个演示 我在这个文件夹里下面 给大家放了一个启动命令行 这个我们来把它编辑一下 这样的 这是这个命令行里面的一些情况 大家需要改一下什么样的内容呢 这边啊 比如说我们这边 这个是它的那个命令 然后你只需要去添加参数就可以了 这个前面这三个参数呢 这个就是默认的 当然你要想改这个名字也是可以的 比如说我们想用你自己的这个视频 那么你可以去改这边这个路径 如果想用你自己的声音 我们这边你也可以去更改 没有问题 这个是输出目录 输出一个什么样的视频啊 视频的名字 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需要增加的参数了 这边我们有这个参数 比方我们先用这个上面这个 其实这个命令和这个命令啊 我建议大家不要同时使用 因为你说一个是微笑 一个是惊讶 一个是愤怒 是吧 这个你同时用的话 这个效果肯定是出不来的 我试了一下 确实也没什么效果 所以这两个呢 大家选择其中一个来运行啊 我们选择这个 自己使用的就是这样啊 把它复制过来 然后后面呢 它是这个是翻译的不对了 默认是这个啊 然后用微笑 把它这个贴过来就行了 然后这个下面这个也是啊 如果大家用这个的话 你可以改成这个惊讶 或者是愤怒 就这两个都行啊 我把这个词复制过来就可以了 然后它这个像呢 它还说 你还可以用这个图片的一个路径 但是这个图片路径呢 我实际试了一下 哎 发现有什么效果啊 那这个大家也可以自己尝试一下 好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命令啊 这边改好之后呢 其他就不要动了 其他你直接默认就可以 然后把它关掉 然后我们来运行就可以了 来双击启动 好 这边它会自动启动 这边稍等一下 好 这边可以看到已做完了啊 它给我们输出了一个目录 在这儿 我们找一下 看一下啊 他这个是在微笑 我们刚才加了个微笑 看起来好像有点笑容 我们看一下那个原视频的什么地方 原视频在这儿 这声音 视频在这儿 好 我们看一下他笑了没有 这个是他原本的视频 这个呢是我们合成之后的视频 看一下 笑了是吧 再看一下啊 笑了 笑了 笑了啊 你看 笑的还是不错的啊 这个微笑是有用的 这个就是这个整体的一个使用方法 至于其他的就大家自己尝试吧 反正他这个选项也不是很多 也就这么几个 今天的内容就到这儿 大家拜拜